艺人张丽昂在韩氏阿龙的脸上挤上刮胡炮 小心翼翼的为阿龙刮胡子 患有轻度智能障碍的阿龙 因收入不稳无法分担家计而遭到父亲赶出家门 现在长期协助平安站厨房工作 希望未来经济稳定 能鼓起勇气回家探望生病的父亲 仁安基金会韩氏庆中秋活动 邀请艺人张丽昂亲自为韩氏刮胡整理遗容 盼韩氏体面增加就业机会 同时号召社会大众一起响应 刚刚一开始就是要刮的时候 就是会担心 因为我自己的话是胡子的话 我会就是刮自己的胡子 你会知道它是会不会痛吗 那就会担心会不会弄痛阿龙哥 其实之前就有说过韩氏的邀请 那当时就先去了解一下韩氏的背景 但是当时很可惜啦 就是因为我有工作的关系 所以没有机会可以参与 那这次在收到仁安基金会的邀请的时候 我就非常高兴地答应 然后开心可以跟大家一起庆祝中秋节 然后为大家尽一份心理 中秋就业包除了月饼柚子等应节礼品 更提供修容组 让韩氏整理遗容 保持卫生清洁 配合仁安就业辅导创新方案 助韩氏重返职场 顺利就业体面迎中秋 韩氏庆中秋会发放一个所谓的就业包 发给全台 就业包 对 6500名的弱势朋友 然后也想请立昂来帮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里面到底有哪些东西 其实真的还蛮丰富的 那这次呢 中秋节会发放这个就业包 这次确定已经是会发放给1500个 6000 6000个 对 全台 全台有6000个这样子的一个就业包 是 然后可以帮助我们的 就是韩氏们呢 能够开心的庆祝中秋节的时候 同时呢也能够穿的体面 然后找到工作 是 那里面有中秋节的 柚子 柚子 哦 里面其实东西很多 这是一件卫生衣 是的 然后月饼 嘿没错 中秋节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温暖的节日 所以就是柚子跟月饼是一定必要的 还有口罩 那再来就是一些盥洗的用品 对这个是 包括牙刷 牙刷牙膏 然后 还有这个是香皂 是香皂 酒精擦 然后刮胡刀 以及毛巾 还有矿泉水 然后这次呢比较特别的是有一个修容组 那这个修容组呢就可以在 就是要去找工作之前可以修指甲 然后有一个皮毛剪 是 对可以希望能够帮助我们的弱势朋友可以 维护自身的清洁跟卫生 那也希望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跟这个 所谓的就业包来帮助我们的清派的朋友可以就业顺利 这样子 在中秋佳节民众与家人团圆的日子 仁安基金会希望透过每年举办中秋关怀活动 邀请社会大众捐款600 祝韩式就业顺利 支持中秋关怀服务 捐款600人 祝韩式就业顺利 记者离奇会台北报道